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队于7月10日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进行过热身比赛 美国队是以86比72胜出 美国队在本届的赛事中 小组对手为塞尔维亚 南苏丹 波多黎各 美国队目前的基本优势是兵强马壮 团队拥有车轮大战的本钱 然而教练团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团队磨合 各个球员有效把握上床时间和进攻机会 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曾经成功地在下季奥运会男子篮球项目夺金 美国男子篮球球队曾经16次 在下季奥运会中夺得金牌 其他的三个国家分别是阿根廷 已经消逝的苏联和南斯拉夫 下季奥运会的男子篮球项目 和每家地区男子篮球大联盟NBA 在竞赛规则进攻和防守方面主要有八处不同 比赛场地的大小每小节的比赛时间 三分球的划定距离暂停的次数和时间 泛满背叛离场次数技术犯规认定执行 违规妨碍篮圈行动和违规持球移动走步 彭广阳 2024年7月16日